今天来做了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蛋挞 先拿几个蛋挞皮出来 我用了这个蛋挞皮是成品的 这样比较方便 这一盒里面有51个 蛋挞皮要提前先拿出来解冻 把蛋挞皮放在烤盘里 这一盘可以烤12个 蛋挞叶也不用自己调了 可以用这种不含反式脂肪酸 简单审视还好吃 蛋挞叶要提前解冻 加进去烤的时候要摇一下 把它摇均匀 不要夹得太满了 8分满就可以 全部装好了就可以上烤箱了 烤箱要极情新预热 200度烤20分钟 蛋挞已经好了 哇好香啊 简单美味的蛋挞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奶香味十足 层层起步 喜欢的朋友 你试一下哦 刚刚好有点烫 但这时候最好吃 我经常做蛋挞 我都买斩一家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买 试一下 我都买斩一家的 我都买了 我都买这家的 可能会是有这么多的